我国的新冠疫情曲线不断升高 沙拉越古近更是从黄区转为疫情红区 政府除了重新收紧行动管制令的标准作业程序 今天再宣布 如果每一天的新增确诊兵力重返到三位数 就会再次启动行管令 限制国人的行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到吉兰丹哥达巴鲁探访退伍军人时表示 国内这几天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如果冲破了三位数 政府别无选择 必须重新实施行动管制令 控制疫情传播 在复原市行管期内 国人可以自由走动跨州 但是伊斯麦透露 政府将在明天宣布是否重新实施行动限制 以及哈支节庆祝活动的标准作业程序 与此同时 政府今天也下达最后通牒 促请2897名还没接受第二次病毒检测的居家隔离者 自动现身筛查 否则警方从明天起就会开始抓人并提控为例者 随着疫情出现反弹迹象 政府从24号开始恢复入境者强制隔离14天的措施 截至目前已经有839人被安置在吉隆坡 森美兰和柔佛州的6所隔离中心 他们都是从印尼 新加坡 中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 入境我国的大马公民和外籍人士 另一方面 卫生部发出警告 一旦我国的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R0值超过1.6的危险水平 不排除确诊病例会在近期内暴增 数据显示 目前的R0值处于1.36 比起6月9号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结束时的0.3高出许多 卫生部解释 这和新增确诊个案以及感染群有直接关系 R0值越高 意味着感染的人数越多 马信社电视采访报道